大家好,我是赛品队长,加图思辟胡思乱想 不说新闻,今天说旧闻啊 那我最近呢是遇到不少,就是让我很愤怒 但是我没法去说的事 所以我每次啊,遇到这种事的时候呢 我就想骂俄罗斯啊,对 对,最近今天再骂一回 就是图一泄愤,不求什么别的,就是图一泄愤啊 那么首先是7月17号,乌克兰两架海上无人机 它袭击了克里米亚大桥 不是海上无人机,是那什么 是那个,是那个那个那个无人艇 好像是那无人艇,袭击了克里米亚大桥 一个炸桥面,那一个炸桥墩 这两次爆炸呢,都严重的损坏了这桥梁的坚固度啊 和跨度和道路的宽度 那因为大桥受损严重的来往的交通已经停止 这是乌克兰第二次成功炸毁克里米亚大桥了 那上一次是普京生日那天 祝他老人家生日快乐嘛 那他生日是10月8号啊,快了 那看看,这到时候看看吧 到时候看看还能整出来什么活 普京死了,最受益的是俄罗斯人民 那记住了,我说的是俄罗斯人民 那克里米亚大桥呢,炸完了 那8月4号晚上,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无人艇呢 他又骑袭了俄罗斯本土新罗西斯克港 造成了俄罗斯哥尼亚克号大型登陆舰严重破坏 这已经没法执行战斗任务了 从那视频里也能看得出来 那艘军舰严重倾斜 是吧,那航拍图也是 这艘船附近的全是露出来的油 那这艘登陆舰呢,叫做铲除级坦克登陆舰 那录,我录这期视频的时候是8月17号 是吧,那个11号,17号啊 铲除级,不是这个铲除级 嗯,没什么意思,生日快乐 对吧,生日快乐 那这个8月5号的凌晨 乌克兰的这个无人艇呢 是又在克里米亚大桥附近呢 击中了一个悬挂俄罗斯国籍的军用邮轮 虽然是没有沉没 但是机房被击中 进水需要拖回港口进行修复了 那么乌克兰这个无人艇 接连的几个大动作都进行的非常顺利 是吧,一艘无人艇啊 成本是多少,25万美元 但是袭击的俄军目标 它就不能是光用金钱来衡量了 面对这种最新的这种啊 这个海上无人艇吧 俄军没法做到有效的拦截和打击 这种海上无人艇呢 它发动机是英国造的 然后这个航行导航呢 没有用到那马斯克的星链 而是用的什么美国军用卫星 同时呢,无人机这个行动的时候啊 美国的什么军用侦察机 也会在天上进行配合 引导无人机这准确的击中目标 其实要想打击这种啊 以探测水面和水下的这些物体 但是根据公开媒体的报道 俄罗斯北方舰队和太平洋舰队 只有22架过时的反潜机 这个是1238啊 还有20架更过时的图142 那所有的这些飞机啊 无论是什么战术啊 还是什么技术特征 都不符合现金的要求 那么明显就肯定赶不上 美国最新的那个反潜机啊 波音的P8海神 而美国呢 拥有一百二十多架这样的反潜机 欧洲国家也有好几十架 那么此外 这个俄罗斯的什么1238图142 用的都是过时的雷达设备 他们能否探测到那些无人艇 还不得而知 那俄罗斯军队也没有什么计划 向这个军队啊 交付新型反潜机的这个动向 那可能在开战之前 恐怕没人会料到 在黑海的战斗当中 号称是强大的黑海舰队 他没有给乌克兰海军 带来任何致命的打击 而是没有什么存在感的乌克兰海军 他给俄罗斯人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啊 击沉他们的旗舰 是吧 那在这里要特别的说 乌克兰人创造性的研发和生产了 这海上的无人艇 这些无人艇可以在距离这个基地 几百公里啊 甚至上千公里开外的地方 接受后方操作员的遥控啊 作战 那简单来说 其实无人艇这玩意呢 他毛病有很多 他不是什么特先进的武器 完全就是因为乌克兰人用的好 才获得了这样的战果 那么乌军呢 在此之前 用无人艇去袭击俄罗斯的军舰啊 而且是这个一线的战斗舰艇 其实战果一般啊 就是说是一次击中了马卡洛夫号护卫舰 但是没有任何的什么照片视频来佐证 后来呢 就是也是总结经验 才有了炸大桥炸军舰这样的战果 打无人艇呢 其实是就是发现什么 这些不说了 如果是光打击的话 比较简单啊 不用什么高科技武器 就是老式的机关炮 然后拿那个加特林一摇 那无人艇就靠不到进前 他就该爆了 你说无人艇在水上 对吧 他没车没缆 没有防护 速度也没有那么快 他肯定比导弹慢多了嘛 所以很容易就成了火把子 乌军呢 就是他是频繁的利用 俄军舰的射角盲区 才突然杀出 然后打爆俄罗斯的军舰 说到底不是说 这个武器有多牛 而是乌克兰人牛 俄罗斯对付不了 对付不了的是乌克兰人 而不是那乌克兰的无人艇 未来如果是要和其他国家爆发战争的话 那么 我觉得给其他国家无人艇 他们不一定就能用的这么好 效果必然会比这个乌军大打折扣 那到时候这个乌克兰人 得去当教官 教他们啊 怎么用无人艇 那目前就据说乌克兰又在研究无人潜艇 这要是玩明白了 那可能要比这个普通的无人艇啊 要厉害的多了啊 那除了无人艇之外 他那个什么民用的无人机也算一个 就是你看这东西 他根本就不适合军用 乌克兰人用他干嘛挂手榴弹 往这个俄军阵地上扔 那之所以说他扔的准 完全是因为他练出来的 一般这个军队啊什么的 根本就扔不准 乌军是在战争中不断的学习战争 把落后甚至是不适合投入战争的武器 愣是发展成了大杀戏 所以你看美军才会专门派人跟乌克兰 学什么无人机扔炸弹 那这乌军做的这么好 也是得益于同行的衬托 就俄军的这个什么战备水平 他的训练水平 还有这个战时的意识 都可以说是落后 落后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 那这是他们不断中招的根本原因 上次莫斯科号沉默 就跟这原因是相同的 士气低落 玩乎直手 其实决定最后什么武器效能的是人 你这一群西伯利亚的大猩猩 他开不明白船 那从图片上看 冒烟的地方 那全在军港里边 按照正常说战时的要求 除了维修这种特殊情况 肯定不能全停泊在港内呀 你至少也得是分散毛泊吧 那么至少你得是有一两艘军舰 在这个军港的外围 最高警戒 然后这个什么实弹巡航 避免说被偷袭 避免被人不讲武德 骗偷袭 那么港内呢 你也得配备什么 这个防空装备 然后人员你也得是全时值班 对不对 俄罗斯军队呢 他但凡是有一点 按照这个要求去做 也不可能说 被这种这个铁壳子 然后靠到身前来炸 那到时候还被炸成这样 这还是这乌克兰人没有导弹的啊 这他只有这个什么纯200公斤的炸药 如果是乌克兰人啊 玩这个导弹的技术啊 或者是玩什么炸药的技术 玩的更成熟点的话 那这一举端掉整个黑海舰队 这都不是没有可能啊 那就是一般这个 我问过说那个 参加过海军的人啊 就是说舰艇的武器啊 他要是想说那个正常工作的话 特别是在 特别是在这个 这个舰艇什么左右摇摆的情况下 然后你想武器正常工作 然后精准命中目标的话 其实军舰的那些武器呢 他是不能总换机的 就是他开机是要开一阵子的啊 开机之后你得预热 从那个包括什么军舰的锅炉什么的 也是一样 就是这些都得预热 因此呢 就是直班的这些什么舰艇啊 他是一定要保持动力的啊 你要始终的去那个预热 然后雷达去这个什么热机啊 武器系统也要预热 这样才能保证你的这些什么火力通道 随时畅通啊 能够随时打击 持续打击 莫斯科号为啥沉呢 就是还有这个登陆舰为啥被打成重伤啊 其实就是他没有这种时刻的预热 他没按照操作手册来 那到时候你说不占你占谁 走出去的 就是说海军呢 什么叫海军 你走出去能主动去接敌的 这才叫海军 在港口里的这些军舰 那连水师都不算 那当初这个苏联那也是一代海军强国呀啊 沦落至此 看上去很悲凉啊 那光从军事角度上来说 这战争 他的一些战争基本原则 基本操作规则 他已经被违反的差不多了 那这背后还没分析什么经济原因 政治原因啊 这什么环境原因啊 那如果这些分析完了 他怎么能不拉话 乌克兰这种无人艇 能把俄罗斯海军封在港口里 上回出现这情况了 还是谁呀 还是日本人 他们靠着这驱逐舰扔鱼雷 就把这个对手憋在旅顺港里边啊 让他们不敢出来 那那时候被憋在旅顺的是谁呀 好像还是俄罗斯 对 还真是 那这事说明啥 说明啊 你们呀真是 一点涨进都没有 那好了 关于这个乌克兰的无人艇啊 不讲武德 那么今天呢 就聊这么多 感谢各位的支持 谢谢各位